北齐的皇帝身是沉迷 而作为这个亡国之君 高伟以他短暂的一生 完美地展示了懦弱残暴 荒淫无道和沉迷女色的特质 后宫每人来去如潮 每一个都无法留住他的心 然而 当冯小莲出现时 那些董昭仪 左额英和右额英等人 都被高伟抛之脑后了 当高伟连续宠幸董昭仪数月之时 皇后穆协力察觉到形势不妙 他并不害怕皇帝左拥右抱 而是担心他对某个人专宠 作为曾经的侍女 他亲眼目睹前任两位皇后 从圣宠到备废 深知君王的喜怒无常 穆皇后忧心忡忡 整日想着怎样将董昭仪拉下水 这时 身爹侍奉穆皇后的冯小莲 注意到主子的忧虑 经过一番思考 他向穆皇后禀告 表示愿意伺候皇帝 侍着将董昭仪陷害下去 穆皇后觉得冯小莲的提议相当不错 冯小莲一直乖巧懂事 而且擅长按摩 穆皇后在疲倦时 只需冯小莲给予按摩片刻 整个身体就能得到舒缓 这一技能 想必皇帝也会喜欢 穆皇后立即采取行动 将冯小莲献给了高尾 高尾一见冯小莲 眼睛都直了 这位名谋善赖 嘴唇珠红的美人 她怎么以前没有发现呢 穆皇后的计策却是高明 但她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仍然过着失宠的日子 她本来希望冯小莲 替她取悦皇帝的心 但没想到皇帝的心 已经完全被冯小莲俘获 她甚至差点失去皇后的地位 冯小莲擅长歌舞和琵琶 与高尾喜欢的女子类型相符 但她与高尾后宫中的其他美人不同 她娇若无骨 皮肤如宁芝 容貌婉约 高尾对她一见倾心 笑得何不拢嘴 高尾封冯小莲为淑妃 赐予龙姬堂作为著作 冯小莲对龙姬堂并不满意 也为曾经住过备受宠爱的曹昭仪 但曹昭仪因参与巫骨之术而被处死 这让她感到不祥 然而 她不能违抗天子的旨意 只好让人对龙姬堂进行修缮和重新布置 然后搬进去 高尾本来就是个任性的皇帝 而遇到冯小莲后更是为所欲为 冯小莲受宠的程度远超她自己的想象 高尾甚至在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时 经常带着冯小莲在身边 大臣们正庄重地报告国家事务 而高尾却毫不在意地拥抱着冯小莲 令朝臣们感到尴尬 起初 冯小莲还是个纯情的少女 性格温和 只知道乖巧地侍奉皇帝 但久受宠爱后 他的脾气也渐渐变得骄纵 开始依赖着宠爱 他明白高尾喜怒无常 昏庸无能 但他从未伤害过的 反而对他百般顺从 这让他更加骄纵 公元5716年的一天 他跟随高尾出去打猎 猎场上天蓝树绿 充满了各种鸟兽 高尾专注于狩猎 而他欢呼雀跃 笑得十分开心 然而 与此同时 周军正向平阳城发起进攻 晋州处于危急之中 来自晋州的使者 连续三天来报信 黄昏时分 高尾终于有空见使者 原本打算派兵前去援救 但此时冯小莲正兴致勃勃勃 高尾不忍心打扰他的兴致 于是他陪伴他玩闹了整天 他在冯小莲的笑声中忘记了作为君主的责任和担当 周军逐渐逼近 齐军节节败退 城池接连实现 面对无奈的局势 高尾带着冯小莲来到晋州战场 他下令士兵挖掘地道 对周军城内进行猛烈攻击 正当齐军士气高昂时 高尾让他们稍作停顿 他想邀请冯小莲一同欣赏 齐军勇猛攻城的壮丽景象 然而 冯小莲正忙于打扮妆容 他悠闲地梳理头发 更换衣装 毫不慌论 就在他打败时 周军趁机加强了防守 齐军错失了最佳攻击时机 城池最终被彻底失守 曾经 齐国还有一位勇猛善战 令人胆寒的蓝陵王 但高尾亲手送他上了西殿 一杯毒酒让他命丧皇权 此后 齐军日渐衰弱 而周军则逐渐壮大 城池一个接一个的沦陷 高尾带着冯小莲四处逃亡 然而 无论他们躲到哪里 周军总能追踪到他们 最终 周军俘虏了高尾一行人 北齐国覆灭 他们成为了亡国之民 作为亡国之人 高尾向北周五弟宇文雍 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希望能让冯小莲留在身边 宇文雍没有多想 答应了他的请求 对于他来说 冯小莲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 如果高尾想要 就给他留下吧 冯小莲得以继续陪伴高尾 然而 此时的她已不再是贵妃 而她也不再是权势滔天的皇帝 他们无法再过着奢侈挥霍的生活 也无法随心所欲 在北周 他们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新皇的意志决定了亡国之君的生死 宇文雍可以让高尾过上富贵生活 也可以让她去面见死神 公元577年 高尾在北周去世 这位荒唐昏君 已21岁结束了她的生命 作为一名女性 冯小莲的命运 完全取决于宇文雍的一句话 她无法反抗权力 被赐予了带王宇文达 如此一来 冯小莲有了新的归宿 但她并没有陷入高尾去世的痛苦中 她非常懂得事事应事 既然她成为了宇文达的女人 她就要争取宠爱 只有让宇文达喜欢她 她才能过上好日子 宇文达喜欢其社 她之前跟随高尾学了一些技巧 两人的交谈非常愉快 宇文达逐渐爱上了冯小莲 对她的宠爱 胜过俯上其他女子 这引起了李氏的嫉妒 两个女人争斗 冯小莲毫不手软 她诽谤重伤李氏 让宇文达对李氏愤怒不已 在这场争宠之战中 李氏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 虽然宇文达非常宠爱的 但与高尾相比 那是远远不够的 有一次 冯小莲再次拿起琵琶 她不禁回忆起 与高尾共度快乐时光的回忆 那时她可以随心所欲 得到任何她想要的事物 如今琵琶声依旧 但君王已经逝去 在一时激动之下 她弹断了琴弦的一根 伤心地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虽蒙今日宠 游一息失联 与之心断绝 应看西上前 在齐国时 高尾对她摆依摆顺 然而 现在的情况物是人非 她无语宁业 荣华转瞬即逝 君恩也如眨眼般瞬间消散 北周国灭 随朝建立 她却落到了李循的手中 这位李循正是李氏的兄弟 此前为了争宠 她污蔑了李氏 现在她知道 这一次无法逃脱 李循对这位 臭名昭著的美人 恨之入骨 她让她穿粗布麻衣 执行各种繁重的任务 李氏的母亲得知后 也诬陷冯小莲 最终迫使她自杀 这位一度备受宠爱的妃子 就这样永远长眠 从最初精通按摩的小宫女 到后来宠惯后宫的冯淑妃 她一路顺风顺水 毫无阻碍 从一个亡国的奴隶 到多次被赏赐给她人 沦为玩物 她的生活充满了欢喜和悲伤 高伟成了后世 引以为戒的昏庸君王 冯小莲成了 祸国殃民的妖妃 两人一直备受人们的责骂 一笑乡倾国便亡 和劳经济是堪伤 小莲玉体横尘业 以报周诗入尽阳 晚堂时 李商隐听闻此事 借古玉金 写下了这首诗 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 玉体横尘 如果君王能像唐宗宋祖一样 勤政爱民 历经图治 那么古代的四大妖妃之说 将不复存在 对冯小莲玉体横尘的讽刺 也将不复存在 或许她与高伟 就能像汉武帝和李夫人一样 流明千古 成为美谈 实际上 古人总是喜欢将亡国的罪责 归咎于女性 他们认为君王的昏庸无道 是由妖妃的蝉颜蛊惑所致 这些女性被描绘成妖媚邪恶之人 喜欢用蝉颜迷惑君王 导致君王荒废政务 美貌成了君王荒淫无道的借口 红颜祸水 似乎成了亡国之君的掩饰